阿Salamu alaikum 大家好 我是Abdullahman 我是Abdullah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市面上各種清真認證的零食 希望透過這支影片大家可以更了解生活周遭的穆斯林朋友 什麼樣的飲食文化以及規範 那為什麼要有清真認證這個東西呢? 因為我們穆斯林我們不吃豬肉不喝酒以外 我們還有其他的飲食規範 有了清真認證的話 我們可以明確的知道這個東西是我們可以吃的 那我們就來介紹清真認證的零食 我們今天一共準備有甜的、鹹的以及茶類 那我們現在就來進入主題吧 現在這邊有土耳其開心果鬆糕 椰藻、椰藻巧克力 土耳其軟糖 還有榴槤餅乾 小熊餅乾 還有這個紫色的洋芋片 這是蕃薯片吧 沒差啦差不多就好了 你吃 幫你吃吃看 好啦 吃什麼味道 我可以吃一個 這有點辣味是甜甜辣辣的 對 這我第一次吃這個 它感覺 它感覺它的 這個 餅本身它是甜的 它是像紅薯那樣 可是 它上面的粉是鹹的 我來介紹我 特別喜歡 我自己個人特別喜好的一個零食 就是這個 這個是土耳其的軟糖 不是榴槤 不是 我不喜歡吃的 這是土耳其的軟糖 那 在市面上有這兩種包 最主要有這兩種包裝 一個是 玫瑰跟檸檬口味的 另外一個是 綜合水果軟 很好吃耶 這個 我自己的話 我蠻推薦這個椰藻的 因為椰藻它其實 吃起來甜甜的 可以當零食吃 那椰藻它自己 它本身 含有糖分是好的 那因為我自己是一個足球員 所以 我訓練前有時候 沒辦法吃太多東西 我就會吃兩三顆椰藻這樣 那 如果你不敢吃原味的椰藻的話 你可以吃這個 來自杜拜的椰藻巧克力 那 它外面有包巧克力 它就是一個巧克力包著一顆椰藻 那這樣 可能有些人 比較喜歡這樣的口味這樣 這個 我還是比較喜歡吃原味 我覺得這個 比較甜 但是 如果不敢吃這個的話 可以吃這個 而且 它幫你把 紙去掉對不對 喔 這有去紙喔 對 紙有去掉 而且 好像還有加杏仁 你最喜歡吃什麼 最喜歡吃的喔 應該是這個榴槤吧 應該是這個榴槤吧 我最喜歡吃的 你要不要試試看 你試試看 他榴槤味其實不會到很重 對 他不管吃榴槤 你讓他吃吃看 他榴槤味真的不會很重 我坐這裡就混到 你可以像Oreo那樣 吃進去味道沒有很重 但 我還是 不敢吃這個 你把它 幫我打開 好 先放我 以上這些東西 我們都可以在大賣場的 異國食品 或者清蒸食品專區買到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到 鹹食的部分 現在來介紹我們的鹹食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桌上有兩種泡麵 這兩款 一個是來自東南亞的 烤鴨風味泡麵 那這個是來自韓國的 炸醬辣雞泡麵 這個比較特別的是 以往大家可能認為泡麵或這些零食 是來自東南亞 但事實上 在日本韓國 以及其他國家 越來越多慕食品 所以當地的廠商也跟著開發 清蒸認證的食品 那我們現在來看 Abduram蠻吃吃的 聽聽看他的感想 蠻好吃的 很好吃 可是有點辣 很辣 你可以配這個甜的一起吃 除了這邊的泡麵 以及剛剛介紹的甜點 我們這裡還有清蒸認證的茶 這個是來自土耳其的蘋果風味茶包 除了吃的喝的以外 我們清蒸認證的商品 事實上涵蓋我們的食衣住行 像是化妝品 香皂牙膏等等 對 那如果想要了解我們以上文化 不妨可以從這些清蒸認證的商品了解 今天介紹以上食品都可以在我們身邊的大賣場或超市買到 那如果你有 你喜歡今天我們介紹的食物 或者有其他 你喜歡的清蒸食品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和網分享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想要了解更多伊斯蘭文化的話 麻煩把我們的page 按喜歡訂閱加分享 我是Abdurrahman 我是Abdula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那麼… … 這些… …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